法蘭克福數人中文學校 舉行了年度的成果發表會 展現了一年來 包括靜態與動態的學習成果 駐法蘭克福辦事處組長 阮湘婷以及秘書蔡慶華 上百位的家長以及學生 也出席典禮 一起見證了學習的成果 法蘭克福數人中文學校 舉行年度成果發表會 展現一年來動靜態學習成果 駐法蘭克福辦事處組長 阮湘婷秘書蔡慶華 上百位家長及學生 都出席典禮 一起驗收學習成果 並對華裔子弟認真努力學習中文 為傳承母語及文化的努力 感到欣慰 學前班小朋友們表演唱兒歌和念口訣 活潑可愛的模樣 讓大家印象深刻 畫劇放羊的孩子不僅道具 全都有小朋友製作 高年級的學生除了演出短劇外 更演唱揮著翅膀的女孩等英文與中文兩個版本 另外還有演出笑話故事 讓整個結業典禮充滿歡笑 毫無冷場 我們書文中文學校的每一位老師 他們都非常的用心 不只是在教學生們中文之外 他們還想盡辦法能夠讓每一個孩子 對學習中文感到興趣 我們也要感謝喬委會他免費的支助我們許多的中文教材 還有會安排每一年都會安排許多活動讓我們老師能夠有交流的機會或者有進修的機會 這是很難得的 在這裡上課很輕鬆又很愉快 收穫也很多 這邊的老師都很努力 同學們也都很友善 我很喜歡這一個學校 數人中文學校是德國萊英美營區歷史最悠久的中文學校 從事華語文教學已經超過30年 典禮結束後 與會來賓一起享用中西式餐點氣氛熱烈 大家有說有笑為學期的結束畫下文型句點 台灣航官電視張勛仁 德國法蘭克福採訪報等